字幕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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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集我們找到了最後一個 被叫者的物資 然後 還封起了裂口 正確的戰術 正確的戰術 字幕君 李宗盛 看一下有沒有什麼東西遺漏在這上面 應該是都撿完了 那 接下來 我差不多該會贏了吧 下班部都完成了 我回去把這些 毛毯交給 那個士兵好了 大名們需要溫暖 阿對 我看一下我那個 桌子有沒有收集完的東西 收集完了 嗯 沒了 我再去跟手外講話看看 收不定還有 真的 欸 完成了 又是地質調查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 地質調查和 監牢這兩個輪流嗎 真的耶 那這樣我解了可以得到什麼 我記得有綠綠的光 是 是那個嗎 是力嗎 下次解釋再看 趕快把毛毯給難民 就算急著給難民 羊獵羊 欸 欸 羊跑掉了 啊 打錯隻 你看 羊還在那 羊這麼有用 為了我拯救世界 他們就是要犧牲一下了 所以說我之前已經獵了十隻羊 為什麼不拿那十隻羊的皮 去做 給難民保暖的東西 這樣不就不用收集這麼多的被教者物資了嗎 說不定所有被教者物資也不夠啊 那些皮應該好好利用一下 那些皮應該好好利用一下 當然 這邊還有個精靈草 我上次回去做武器才知道 我的東西其實沒有很多 我以為我採集非常大量 實際上還好 我整理了一下裝備 沒有什麼東西要賣了 啊 我記得這邊有一個人啊 是要拿藥嗎 他兒子 他兒子 跑去加入教堂 不管媽媽的 我媽媽拿藥回來了 這裡嗎 給你 我來 我去哪裡 我去拿藥 你給你 我去拿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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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你拿藥 我去拿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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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會拿藥 我去拿藥 你也要去找个地方 你也要去找个地方 好,好,好 好,好,好 是你去世的 我只是在城市 我找到一些 的货币的货币 我可以设置你 我会出去了 我会出现了 我会出现 这会会保留了很多 更多的职员 在下一次 我会负责 太好了 這樣難民們就都可以存活下來 我再去把這個聖巨箱拿給... 其實我還忘記到底是誰給我這個任務的 好像不是走這 走錯路了 這邊突然漏了一個寶箱沒有撿到 原來是你魔法師 我已經聽了故事關於你 Herald of Andraste 我就是聖巨箱Elendra 我希望你找到一個方法 結束這個混亂 如果你是魔法師 為什麼你不是魔法師 我是聖巨箱Equitarius 我們想要抗議 不是 你做得到問 但你才能不能發揮 我都知道 我真的被捕獄 你才能說 我真的聽到了 我真的聽到了 我可以說 我沒有想到 我沒有想到 我不會再想到 我會堕獲 那是人們開始了這個戰鬥 和人們現在的戰鬥 謝謝 MATREN對我非常重要 這裡,為了你的問題 說是很重要的人,看起來都算冷靜 居然可以圈誘 蛤?我不想跟他辯論喔,好吧 就放棄吧 可惜,他們要能加入我們 再來 我想先去這個地方 應該是往這邊走吧 他好像在很上面 要稍微繞一下才上得去 這個地方我應該就是完全沒有走過的 之前都在下面走 沒有往上 這邊上不去 要紅色耶 槍子還真多 裂口 好近 還好,你模型的還好 應該不會很恐怖 他一直追著我打耶 走開 想跟大家帶走他 帶我出燒了 你們沒有看我的時候 就是我發威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隊伍損血損有點快喔 我想要罵他 過去用 時間要破裂口的好了 關子呢,沒有辦法 這樣就讓我打啦 不是讓我打了嗎 不是讓我打了嗎 還三隻 亂個水 啊四隻 太誇張了 他們站得不夠近 我沒有辦法 火焰還沒人去好啦 打不到兩隻 打不到兩隻 OK,解決了 好 這裂口掉下來的東西都看起來還不錯 來探索看看這個廢墟嗎 那廢墟是很驚訝的 甚至是一個廢墟 我猜到什麼夢想可以持續 說阿斯你要先去睡一覺嗎 有可能有東西在這裡 你最好看一看 沒關係啊 東西我們找 你去睡一覺 要走了再叫你 啊 順便告訴我你在這裡看到了什麼 奇怪這邊沒有路捏 他說在那邊但是沒有路 不然他堵起來了 太神秘了吧 算了我先把這邊的精靈草都收集收集 水的存量還有4坪 應該還可以再撐一段時間 最先把他撐到攝影吧 不然我要從好遠的地方再走過來 看看 太達光明斧之師阿斧之母 第二節 黃金之手薩魯姆 與手指黏的痕緊 用釋放光芒的石頭裝飾的戒指 將部落引導到困難的時代 他們被當作肥料 骨頭變弱了 很多很多的戰士在陽光下的劍 是在戰爭中脫穎而出的 身體被攻壓鱗的衣服覆蓋 心臟的葡萄酒 掉落在潮水靠近的海岸 在他的部落中寶物的故事 在海對面的北方閃耀 耳語的話將群眾趕去夢中 看過的黃金之都 只在夢中快速漸言 聰明的人會無視這些 聰明的人會無視的聲音 追著他們直到喊出聲 聽夢度過清醒 這依然不知道他在講什麼鬼啊 都撿完了 就剩這一個 沒有看到樓梯 有可能是從別的地方走上面進去 然後爬樓梯下去 說不定啊 這個說不定可以爬得上去 可以喔 可以喔 看起來是在下附近了 等他了 他分哪有什麼東西 一個合成配方 紫色的很少間 應該是不錯的東西 看著牙 穿上了嗎 沒有 再一次 把你靠坐得好 下一隻我就沒有辦法 打 大家打 這邊羊不少 羊勒 看好羊勒 這個很近 我去看一下這個好了 攝影還可以再慢一點 反正這附近應該也只有羊 把 把 哇 你靠那一件真的很誇張 都太早就好了 我是不是應該要當弓箭手 我是不是應該要當弓箭手 我如果把師範為己有輸出到的話 其實應該是 總傷害量也蠻大的 我印象中 我印象中 我以前在玩奇緣 的時候 有 統計 說傷害多少 你的隊伍傷害多少 之類的 這次好像沒有看到這個東西 然後大革命也沒有 也沒有詳細殺人數的統計資料 現在新遊戲都不想統計了嗎 我還蠻喜歡統計資料的說 打完之後的一種樂趣 看那個 像我殺了幾隻羊啊 殺了幾個人啊 對 我的隊友很認真去追羊欸 這麼認真 我們有紅點 喔 有隻羊在跑 抓不到 可惡 別跑 隊友上 快快上 你在哪 好像有啊 看我看 有東西飛過去 好 你們快上來了 那邊有噴東西 這麼遠 應該要噴到我的皮下 交給隊友囉 你怎麼還沒殺掉那隻羊啊 怎麼還沒殺掉那隻羊啊 你怎麼還沒殺掉那隻羊啊 你是不是剛剛跑很遠 所以還這麼久 不然到時候我應該打一下他們就 立刻反應 對呀應該差不多是這樣 我看他有 有魔法師在戰鬥 看他有 這邊我是不是來過了阿 感觉好像来过了耶 又好像没有 我来过的会不会是他下面 这里看起来真不错耶 我来试试看 从右边往左边慢慢推 然后看向远方 虽然爱隆之园应该是没有办法拍成电影 没有那种能力 还要在全部上字幕实在是有点 可恶啊 速度一直调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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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狐狸 後面還殺到一隻小狐狸 我有點命危了 附近的東西再撿一下嗎 小狐狸 這裡往上走是什麼 好多目標 噢 攻擊手 噢 我有盾 噢 移動中還被你射中 破冰水 墊 雖然逃到遠方 還是被打飛 這樣我墊不是都沒連到嗎 拿到好多鑰匙喔 這裡是... 這裡我來過一個在燃燒的房子 魔法是說他們在這邊防守 然後聖殿騎士應該攻不進來 結果就被燒掉了 上面還有嗎 上面還有嗎 太久沒有來了 好像是新品種的花喔 啊 我還有欠之前的資料戶 順便一起看 安波利恩 安波利恩是蘭克的花 它的治療效果是因為它特別美麗而被發現的 歐拉斯的一個男司 波爾蘭克 輕的愛女染上了治療師也沒有 也治不好的重度肺病 父母領悟到女兒餘命不多 為了讓女兒能夠安穩臨終 在床的周圍擺上了許多鮮豔的花做裝飾 這麼做的結果呢 她的病情好轉了 一日一日變得有精神 她的父母一邊困惑一邊開心 沒多久治療師發現那些花中有一種的香味 能夠讓呼吸變得比較順暢 那種花就是之後被稱為清爽的安波利恩的安波利恩 順帶一提 安波利恩有一種叫做黑暗安波利恩 是含有魔力的牙種 水晶恩惠 水晶恩惠的花不只藥效 大家也對它的美麗讚譽有加 淡淡的青色和水晶做成千兮的鈴鐺狀 那花像是會在微風中發出鈴鐺的聲音 實際上我聽到的故事中 歐拉斯的女性訂購了水晶恩惠 正在庭院的樹蔭下 再請白塔的魔法師加上會發出鈴鐺聲的魔法 最後她開始覺得鈴鐺聲煩躁 火大放火把他們燒了 照故事的寓意是 這樣的植物像是被造物主有意圖創造出來 我們加以改造並不會比較好 結入是植物學家伊尼斯阿蘭西亞的植物大拳 憤怒的惡魔 在影界遇到憤怒惡魔真正的樣子是非常恐怖的 包含燃燒的身體由不定形熔岩所做成 在小眼睛深處的核心 泄露出詭異的光線 憤怒的惡魔能夠操縱火焰 有些人燃燒靠近的人 將內部强力的火焰向人釋放 也有能夠操縱將周圍都燃燒在盡的火焰旋風的個體 幸運的是 憤怒的惡魔和其他惡魔比起來智力較低 戰鬥方式單純 只是用最大的力量攻擊 直到將飾演內的人燒死為止 憤怒的惡魔中 有可以將內部火焰魔力直接移到對手身上的 如果不是這樣 除非魔法師刻意召喚 否則在影界外很少可以看到他們真正的樣子 維歇倫騎士團長丹特谷的講義書所寫 剛的時代6-86年 探索騎士團 嚴格來說探索騎士團並不是聖殿騎士團 他們過去被稱為審問會 但地劫列瓦拉協定將那名字捨去 成為探索騎士團 在我們聖殿騎士團前 執行監視行刑的工作 老實說我也不知道更多了 探索騎士團有多少人 數十人 如果他們有句點的話 我連在哪裡都不知道 只能確定並不是和我們共用沒有錯 我們只有在首席魔法師的陰人 向他們提出不滿時 他們來調查才有機會見到探索騎士 他們調查問題 如果原因是聖殿騎士做了他們看不順眼的事 那那名聖殿騎士將會遭到嚴厲的懲罰 沒得爭辯 就連騎士團長也要服從他們的意思 探索騎士團來的話 聖殿騎士每個人都避開目光冒著冷汗 當然聖瓦拉協定被廢棄這時就改變了 雖然我們聽說是教會廢棄協定的 但宣布廢棄的是探索騎士團長蘭伯特 他不顧教皇的命令 說探索騎士團和聖殿騎士團要一起獵捕 叛亂的魔法師 我不知道他是否有說一句話 大家都會遵從的權限 但是我們遵從了 皇王以前沒有這樣想過 但探索騎士一直都領導著我們 然後現在他將我們領導到戰爭 來自龍的時代久之四十年 喬納森佩里卿的信 那我們這集就先到這裡 謝謝大家的收看 下一集再見 掰掰